中国修建的全球首条海底隧道 汕头湾海底隧道的难度有多大 中国采取了怎样的方法来修建汕头湾海底隧道 汕头湾海底隧道的成功修建 对于中国基建又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基建由于其具有超强的能力以及惊人的毅力 这就使得中国基建在世界上一直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而且中国基建所修建的工程可以说是遍布全球 只要有基建项目的地方就会有中国基建的存在 因此中基建也有了基建皇模的称号 因此这也使得中国基建的名头越来越大 不仅在国内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 也创造出了很多的不可能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被中国完成了 也由此创造了中国奇迹 也使得中国基建享誉全球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基建项目也是有着极其大的难度 而且只要建成了就是全球第一的存在 并且也是十分能够凸显中国基建实力的一个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一开工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超级大工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中国此次要修建的项目 是连通中国广东汕头和汕尾的汕汕高铁 是由中国高铁14局成建 设计全长9781米 是一座单栋双线隧道 作为一条海底高铁隧道 设计的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 不仅是中国第一座高铁海底隧道 也是全球第一条从海底船行的高铁隧道 同时它也是跨海大直径顿购的高铁海底隧道 并且已经于2020年8月份开始动工建造 预计将在2023年正式建成 虽然在海底建设隧道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此前日本就建设过一条长度接近54公里的清寒海底隧道 但是日本的这条隧道只能通过火车 所以中国的这条海底隧道就相较于日本的海底隧道 最大的特点和看点就是它可以运行高铁 并且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 这也是相当大的成就 我们都知道确实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中国高铁的总里程也达到了4万公里 这也使得中国高铁的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 此外中国不仅在国内修高铁 而且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了中国高铁的身影 这也使得中国的高铁取得了飞快的发展 但是在海底修高铁 这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头一次 而且还是难度如此大的工程 这对于中国的基建团队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那么中国的这条海底高铁有怎样的难度呢 中国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据悉目前汕头湾海底隧道正在建设当中 在2020年3月正式开工 全程9.8公里的路段 分为了海域段和陆域段 其中川海域段有3公里长 最大的埋伸更是达到了海面下的56米 并且山山高铁作为世界上第一条海底高铁 自然就有着很大的修建难度 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要在海底建设隧道 这在世界上确实是还是比较常见的 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要开走隧道 而且以国际上现有的技术来看 想要进行海底隧道的开走 就会有四种工法的选择 分别是钻报法 城管法 绝境机法 以及顿钩法 并且在施工过程中 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势 进行搭配建造海底隧道 中国的基建团队在确定了修建的方案后 就来到了海底进行实地的考察 并且记录下周边的环境 制定仔细的建造计划 以便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虽然山头湾高铁隧道的长度不足10公里 但是它需要连续穿越多达17个断层带 而且其中有8个断层带还处于活跃状态 只要稍有不慎 就将引发地震海啸 从而造成巨大的破坏 所以这就使得中国基建团队 在建设山头湾隧道时 不仅需要谨慎地选择隧道的建造位置 还必须确保隧道自身有着足够的强度 从而应对断层破坏造成的隧道损毁威胁 最后综合所有因素的考虑 这就使得中国的基建团队 决定采用顿购法来修建这条山头湾海底隧道 并且通过利用顿购机在地中推进 最终成功拼接混凝土管片 从而可以较快实现山头湾海底隧道的贯通 说到顿购机可以说是中国的国之重器 不仅种类多样功能齐全 而且用途广泛 并且在2007年 中国与法国NFM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这就使得中国完全可以自主研发顿购机 且所有的顿购机都是中国自主研发 这也代表着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先进的 全系列隧道顿购机的核心技术 并且在随后的2015年 中国研发出了8.8米大直径顿购机 总长度达到100米 紧接着在2018年研发出12.12米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随着这一顿购机的问世 也让南亚地区真正使用上了大口径顿购机 也彻底完全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 使得中国在顿购机的自主研发上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达到一流的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 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 土鸦平衡矩阵号 矩阵的南湖号顿购机的顺利投入使用 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有能力研发顿购机 同时也具备研发全球一流顿购机的能力 这也使得中国一举奠定 中国在顿购机发展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和绝对领先水平 所以就是由于中国在顿购机上 有着绝对的优势 这就为中国修建汕头湾海底隧道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并且助力中国加快修建好这条海底隧道 因此这就使得中国工程师 为了修建好这条海底隧道 利用声纳和摇杆等先进手段 获得了汕头湾海底的地质情况分布图 并以此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规划 并且后巨资定制了一台国产的先进顿购机 永平号 全程用来挖通隧道 此外 中国定制的这台永平号顿购机 集中国国内多种先进技术与一身 特别是针对海底隧道挖掘做足了优化 比如它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密封设计 还拥有隧道刚挖掘好就对隧道进行初步防水处理的能力 可以保证海水不会渗入隧道内部 如今这台顿购机已经开始启程挖掘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 中国工程团队又另外安排了人员 从隧道的另一头向中间进行人工挖掘 通过这种两头同时施工的手段 保证工程进度 以此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实现隧道的贯通 此外 为了保证高铁在海底隧道中的运行的安全 汕头湾海底隧道修建 除了会采用更高标准建设之外 还会额外增添防水措施和防震措施 这就可以较大的保证高铁的运行安全 即使在高铁的运行过程中发生地震 也可以让正在隧道中高速行驶的高铁安全离开隧道 以此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隧道的安全 因此 随着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汕头湾隧道 并且也体现了中国基建团队的高超技术和坚定的决心 这也狠狠打了很多认为中国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的国家的脸 也使得中国基建的影响力将会变得更大 而且也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将会相信中国基建的实力 从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加快中国基建走向世界的步伐 加快中国基建设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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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中国基建设汕头